以前祝梦都想吃的猪油炒面粉 现在吃不到了 已经失传了 把面粉倒入滚烫的油锅里面 实在是太厉害了 出锅就成一道经典的老川菜 首先我们要准备150克的普通中筋粉 很多朋友问我面粉是什么 面粉就是小麦粉 它不是糯米粉 也不是淀粉 就是平时我们做包子馒头那个粉 再来撑过50到100克备糖 甜度的话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吃那么甜 因为现代生活都是大鱼大肉 如果再高糖的话 对身体的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猪油炒面粉吧 这个猪油肯定是少不了的 迅北的超级的香 100克 再来准备上一点油酥花生米 已经把表皮的衣衣给它去掉了 用刀干一行 再给它轻轻的载碎就可以了 加一点花生米 主要让它增加一个酥脆的口感 层次更加的丰富 再来上一点炒熟的白芝麻 黑芝麻 葡萄根 1 2 3 4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超级的简单 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什么菜了吧 它可是很多四川 露林后 七林后 记忆中的味道 基本上一二十年可能都没有吃过了 以前的话 要吃宴席才能够吃到的鸭竹大菜 但是由于近期年 很多人说猪油不健康 第二个高糖不健康 所以导致了它失传 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川菜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只有麻辣 你看这种老川菜 它就没有麻也没有辣 它的味型是香甜味 真正的川菜特点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那不说了 咱们先给老板炒起来 本来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的 在炒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烧锅150克的开水 大家如果不喜欢吃猪油的朋友 可以把它替换成植物油 不过说真的 这个猪油的话 我看着都有一点害怕 的确是高知 以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猪油 因为以前大家干的都是那个体力活 很累很累 必须要吃点这个肥肉啊或者是猪油才抵得到四 不然心里面总是会感觉发慌 就是好像总是缺一点什么的那种感觉 所以以前猪油特别的受欢迎 也不会存在什么健不健康的 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 油温五成热 下入面粉 用小火给它快速的翻炒 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着急啊 慢慢来 慢慢来 咱们的这个面粉的话 它是越炒越稀了 咱们的这个面粉大约炒了五分钟 已经非常的香了 并且颜色也已经开始变成牙黄色了 牙黄色是什么颜色 就是那些烧烟的朋友 那个牙齿的颜色 这个样子火候基本上就已经炒到位了 烹入150克的开水 快速的给它翻炒 看到没有 开水一下锅 面粉全部就反杀了 哇 好香啊 这时候先下入糖 有很多朋友说你这个是三不沾啊 这不是三不沾 三不沾是用鸡蛋魂炒的 咱们这个是经典老川菜炒锅蒸 看起来和三不沾是差不多的 不沾锅不沾勺 并且味形上面也是一样的甜香味 糖全部炒化下花生米 葡萄根 黑白鸡麻 也可以加上其他的果谱果干之类的 就是增加口感的嘛 活转活转的就可以关火 出锅了 看起来安逸哦 把它装入一个扣碗里面 用一个勺子给它按平按平的等一会儿才好看 扣一个碗在这上面给它翻扣过来 再把这个扣碗取掉 美味继承 非常好吃的一道炒锅蒸就做好了 蒸子炒出来 猪油味的香味特别的浓郁 吃起来口感口口都是粉 都是糯 并且带着配别鸡麻和花生米的酥脆香 葡萄根的酸甜 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 同时也可以用来做咱们川式宴席上面夹杀入的馅料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呢 试着去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够 这个菜还是不下饭的哈 所以老本将在这里载了一点入木 叫我烧个烂肉粉丝给他吃 还特别提醒 醋放多一点 你们懂得起了啥 懂不起就算了 我反正懂不起 给大家先尝一下 看味道怎么样 嗯 好香哦 吃这个感觉有那个味道 做席的鸭竹菜 这样炒出来这个锅蒸 把它用来做那个架沙肉的馅料 也是超级的好吃 真正的可以说得上是 发誓来把爱意的喊 没有点赞的朋友帮我 长按一下点赞 强烈推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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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